在娱乐圈有着很多好姐妹也有很多好兄妹 他们在找自己男女朋友前 一度被大家认为是一对 比如我们熟悉的林心如和苏友朋 张一山和杨子 以及今天我们要说的成坤和赵薇 相对于前面几位成坤和赵薇之间的关系 就显得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我们都知道成坤和赵薇 在刚出道的时候就认识了 从出道以来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成坤就像一个哥哥那样一直保护着赵薇 无论赵薇有什么事情 成坤都是第一个出面去帮助他的 成坤确实是一个好演员 这一点是每个人都不会去否认的 但是成坤生活中也有一个瑕疵 那就是关于他那个十几岁的儿子 连女朋友都没有的成坤 怎么会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呢 而且成坤和赵薇的关系非常好 这个孩子名叫陈尊佑 与赵薇的关系也十分的亲切 外界很多人都猜测成坤这个孩子的生母 极有可能是赵薇 从赵薇和成坤之间关系这么好就能看出来 而且在多年前成坤和赵薇之间的关系格外亲近 外界都觉得他们恋爱了 据成坤说自己和赵薇这么多年朋友 已经形同亲兄妹了 所以有时候儿子才会黏制赵薇 因为赵薇也是这个孩子的阿姨啊 成坤这个说法并没有让很多人相信 可是赵薇在某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却直接爆料说成坤儿子的妈妈其实是何林 赵薇如此爆料之后 网友都开始众说纷纭 而且网友也开始把成坤和何林之间的爱恨纠葛 在此之后 赵薇将成坤隐瞒了16年的秘密 公之于众 所以成坤也是非常的愤怒 两个人的友情最终也走到了终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